好 弟兄姐妹 早上平安 再次欢迎你们回到神的殿一起来敬拜 这时候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祷告之前 你先转去左右前后的弟兄姐妹 给我们一个high five 说今天看到你真好 我们也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 今天很高兴你们也上线 跟我们一起的敬拜 那时候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哈利路亚 阿们 感谢主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用一段的时间 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在以赛亚书的41章如此说 他说你们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 所以这是神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的 带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 无论我们的生活 面对怎样的挑战 神说不要怕 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 有祂是我们的神 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 不管有怎样的挑战困难 上帝必赐给我们力量 带领我们来跨越这些困难 所以我们只要来依靠我们的神 依靠我们的神 因为上帝说 祂必帮助我们 祂必用祂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 所以这样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谢给我们的上帝 谢谢祂给我们的应许 谢谢祂的话语 祂的话语是Amen的 祂的应许是Amen的 所以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 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跟随祂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献上我们的感谢 谢谢耶稣因为神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主啊我们谢谢祢 主啊祢是污念我们 主啊我们谢谢祢 因为神祢的恩典够我们用 主啊即使我们在不同的挑战的里面 即使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生活 我们面对不同的问题 还有这个挑战 但是神啊祢却说 祢必与我们同在 主啊何等蒙福啊 主啊祢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神啊祢要在我们生活的当中 参与我们的每一个细节 即使我们在困难的里面 神啊我们都知道祢没有离弃我们 祢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 所以我们把弟兄姐妹全然交在主的手中 神啊我们求主祢再次的来 坚固我们的信心在祢里面 主啊我们祷告神 祢继续的主啊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懂得如何来依靠祢 让我们懂得如何主啊来仰望祢 因为唯有祢是我们的帮助 主啊祢说祢的手必扶持我们 神啊祢说祢必帮助我们 所以主啊这是这些的应许 是何等的宝贝啊 所以祷告神啊祢继续的 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主要引领我们走这一路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 祝贵荣耀归给祢 因为神祢是配受一切的赞美 祢配受一切的敬拜 所以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我们要可慕来亲近祢 主我们可慕神啊祢的灵 圣灵在我们当中 再次的来触摸我们的生命 因为神说祢说我们寻找就必寻见 空门祢就必为我们开门 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带着口目 来到祢的面前的时候 主啊我们就要遇见祢 我们要在敬拜的里面遇见祢 神啊祢要透过祢的话语来建立我们 我们也带着谦卑的星座来领受 神啊今天祢要教导我们的 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语 所以我们将我们今天的讲言 教过恩高荣布施 神啊透过祂的每一句话出来的时候 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 恩高我们所有不是祢的弟兄姐妹 主啊无论是台上台下台前幕后 主啊当我们愿意把生命摆上 侍奉祢的时候我们相信 主啊祢的大能要大大的来恩高他们 透过我们的生命造就更多的生命 透过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 谢谢祢耶稣基督 祝福我们以下时间奉耶稣的名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 祢先被发现掌声归给我们的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 我们的神是刚强的神 再次发掌声归给我们的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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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们赞美祢 我们信拜祢 因为主啊 祢的名超过世上所有的一切 哈利路亚 祢我们谢谢祢 祢我们赞美祢 把这些荣耀都归给祢 祢能赞美祢 祢能赞美祢 一层随便美美酒 四半颜房间光明 无人能想你 我们一起宣告我生最伟大 我生最伟大 我生最感想 跟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 他以及我们 他满有全的宝告 宝告 一场水便会美酒 四半颜房间光明 无人能想你 无人想你 你若管虚众黑暗 赤华管代替回神 无人能想你 无人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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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最伟大 我生最感想 祢能赞美祢 愿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 他以及我们 他满有全的宝告 宝告 我生最伟大 我生最感想 我生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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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这个祢 或上帝与我同行 谁还能抵挡我 或上帝帮助我们 谁还能帮助我们 或上帝与我同行 谁还能抵挡我们 谁还能抵挡我们 欢迎来讯到我生最伟大 我生最伟大 我生最能讲 远到我世上一切的君王 他已是我们 他满有限的老公 老公 我生最伟大 我生最能讲 远到我世上一切的君王 他已是我们 他满有限的老公 老公 哈利路亚把这场声 归给我们的耶稣 哈利路亚我们的神 是那位伟大的上帝 祂是我们刚强的上帝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 祂也是我们的儿子 祂是我们 祂是个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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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令歌唱 永不回头 我的自由 基督 是我满足 基督 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 我全所有 就温惜了在于你 这盘望 永不知己 天堂是我强 暴风雨雨 握紧歌唱 与你同行 荣耀归给上帝 基督 是我满足 基督 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我已经确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确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基督 是我满足 基督 你是我心满足 基督 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 你是我满足 基督 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一起来宣告 我一切在于你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指甲在前面 指甲在前面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指甲在前面 指甲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哈利路亚 祝福哈利路亚 我们跟随耶稣到此 永不回头 哈利路亚 我们要永远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主 祢是我们的盼望 是我们的依靠 更是我们的避难所 更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 哈利路亚 在宽南池中 我仍要信靠耶稣 在宽南池中 我仍要信靠耶稣 当我的心动药 当我的心动药市 我仍要赞美耶稣 您是我的盼望 我仍要信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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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耶稣 耶稣永远 在宽南池中 我仍要信靠耶稣 我仍要信靠耶稣 您是我的盼望 用姐妹把我们的双手来举起来 我仍要信靠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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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要信靠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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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亚 耶稣永远掌绝 耶路亚 阿里路亚 耶稣永远掌绝 耶路亚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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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爱求你 叫我十字爱 每一夜 我要歌手好歌 你是我 你是歌 我的笔端说 叫我 爱其同一生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耶稣永远掌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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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祖ain integrity 할렐루야 самом 사회 할렐루야 mber ar son 할렐루야 uation 할렐루야 Iya Book 할렐루야 boun 할렐루야 Taiwanese 할렐루야 神神爱你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神爱你耶稣 神神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让我们单单的寻求耶稣 让我们单单的来爱你 祝我们爱你 神明状罪渴望一件事 我们要单单的寻求 我们渴望你 我们渴望你 愿我全心全意 愿我全力爱你 敬拜你 让你荣耀 充满全力 神神爱你耶稣 神神爱你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神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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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神神爱你耶稣 跟上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Hallelujah 耶稣耶稣我们敬拜你 我们荣誉你耶稣 我们生生地来爱你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开身来祷告 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高举我们的双手 让我们淡淡地来到祂的面前 让我们深深地来爱祂 安静我们的心 也求圣灵现在大大的来充满着我们 把我们所有的重担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压力 都交托给神 让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心 期待的心来寻求神 弟兄姐妹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 自己向神来祷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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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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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深深地爱你 我们荣耀你耶稣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带着渴慕的心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主 Hallelujah 我们要适着来爱祂的支持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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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更多更多更多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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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主我们全心全力来爱祢 Hallelujah 主我们全心全力来敬拜祢 Hallelujah 主我们的心来羡慕祢 Hallelujah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来羡慕祢 Hallelujah 様子地来不应生 对祢的爱 我们生的爱是和等的 参阔高深重前辈 可以转来归向我们的手 把你的一切忧虑 一切的重担 完全的交托给耶稣 只有一件的事情跟耶稣说 主我只有一件的事情 就是定睛在你的身上 就是定睛在你的身上 耶稣我寻求你 主啊当我寻找你的时候 我就能够寻见你 所以耶稣基督 当我在叩门的时候 神啊你就给我开门 因为耶稣基督 你是那位满有丰盛慈爱的神 主啊祢从来都不嫌弃我们 主啊祢从来都不撇弃我们为孤儿 因为主耶稣基督 我们每一个人在祢的当 在祢的神明 在祢的眼中 就是那个最宝费的孩子 用前辈挥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所以跟耶稣说主啊我需要祢 主啊我渴慕祢 主啊我仰望祢 主啊我高级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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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高级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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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祢 哈利路亚 我们高级祢 哈利路亚 你是荣耀的金花 哦 你是万望之王 我和你 我仰望你 我仰望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每天都够我们使用耶稣 我仰望你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你 耶稣 深深爱你 我爱你 耶稣 姐妹一起来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 耶稣 深深爱你 耶稣 我仰望你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 是不是你爱耶稣 能够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你 耶稣 深深爱你 耶稣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弟兄一起 深深爱你 耶稣 耶稣 深深爱你 耶稣 深深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耶稣 闭上你的眼睛 神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 让神的灵在你的生命中来做更新 来做塑造 来做医治 来做释放的工作 因为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平安 因为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 哪里就有喜乐 因为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盼望 因为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力量 淡淡的跟耶稣说 耶稣 我爱你 很简单的三个字 发自你的内心跟耶稣说 主啊我除了你我别无拯救 主啊我的心完全的敞开在你的面前 主啊我祈求你的圣灵 能大大的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 用姐妹你渴慕神的话 就把你的双手举起来跟耶稣说 耶稣我需要你的灵 圣灵啊我需要你 圣灵啊我渴慕你 哈利路亚 耶稣 是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在这敬拜的里面 神我们真的 真的主啊能够领受到 神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主我们谢谢你 如此的来亲近我们 是的主啊愿我们 也能够回馈你的爱 回应你的爱 主啊常常在敬拜的里面 让我们的心 主啊可慕你更多 更多有你 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我们盼望主啊你 再次的主啊 将你的能力 再次的来充满我们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恩高 主啊来浇灌 充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以致我们主啊能够得胜过 我们的一切的软弱 常常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能够来跟随你 所以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主让我们能够有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宝贝的时间 能够如此的来 亲近你 再次的领受你的爱 也再次的能够 回应你的爱 所以这时候主我们 也要将我们的奉献 来献上于你 主啊愿你悦纳 我们所摆上的奉献 无论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甚至我们的金钱 主我们都愿意 无限上于你 愿你悦纳 弟兄姐妹 这时候所献上的 无论是爱心奉献 感恩奉献 还有餐餐奉献 所以我们相信 是我们所摆上的 主啊是你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所奉献的 神呢是你所喜悦的 所以愿你悦纳 是我们所摆上的一切 感谢你如此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大家请坐 谢谢敬拜团 带领我们有一段美好的时间 而且是很深入的一个的敬拜 来亲近我们的神 那这时候呢 我们也要特别的欢迎 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贵宾 如果你是第一次 在我们当中 可以向我挥挥手吗 可以 我们这里 我们前面 我们有一位姐妹 黑森姐妹 黑森 我们要欢迎 欢迎欢迎这位姐妹 那这里也有一位 我们的年长姐妹 还有吗 可以挥挥手 挥挥手 还有第二次来 还有再次重新回来的 我们也欢迎你们 再次 你是第一次来还是 还是在 因为多数都是 多数在Bukibatuk的 是吗 Calvin Bukibatuk 然后今天在Dungling也 特别欢迎你们 今天在我们当中 欢迎欢迎 我们掌声 可不可以热烈一点 热烈 欢迎我们的贵宾 在我们当中 欢迎你们第一次的 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 在我们的当中 愿你在金拜的里面 能够感受到神的爱 好 这时候我们 就是刚才已经为奉献祷告了 所以等一下你们 就是上位后可以把奉献 投到奉献箱 或者是扫描 这个二维码 你遗址前面有那个二维码 可以做奉献 第一次来的朋友 贵宾你们也可以 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是你遗址前面也是有 可以 就是填写你的这个联系号码 填写你的资料给我们 让我们教母 我们也很想接触你们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联系你们 好 这时候我们有好些的报告 我们今天有好些的报告 所以时间不多 我们很快的 那这个第一个报告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新年快要来 新年快要来 我们看好像少了一些人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每一个星期还是要守主热 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殿来敬拜神 那我们每一年恩典堂 我们都知道年初一 我们都会有一个的崇拜 但是今年呢 我们年初一没有崇拜 我们会在年初二 才有这个联合的聚会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年初一是星期六 所以星期六没有聚会 跟你个别的说 星期六没有聚会 跟他讲年初一没有聚会 其实有呢 是年初二聚会在 年初二 不是年初一 在跟他说 年初二 不要年初一来 年初一来没人 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新年崇拜呢 是在年初二 因为他是星期天 所以星期天也是我们的主日 那我们的这个新年的主日呢 我们只有一堂的聚会 就是早上8点45分 所以年初二早上8点45分 那不在这里是在三楼 三楼 因为他是中英文联合 所以我们记得 我们年初二回来聚会的时候 是在三楼 那我们是只有在东陵 东陵 我们五级八度也没有聚会 所以那个周末 我们就那么一场聚会 所以记得回来 我们在年初二 在三楼 我们有一个中英文联合聚会 就只有在东陵 所以鼓励你们回来 我们的这个新年的联合崇拜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的报告就是 其实上个星期 我们也有大概报告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洗礼课程 我们在3月21号 会开始这个洗礼课程 那请您在2月的28号之前 就报名了 如果你今年你要洗礼 或者你想要 就是你想要洗礼 那我们需要上这个课程 那如果你要转会的话 我们这一次的洗礼 跟会有课程是分开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3月份呢 先开始这个洗礼课程 所以只有想要洗礼的弟兄姐妹 你报名参加这个洗礼课程 我们2月28号是截止日期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启发课程也将要开课 我们在3月2号会开始这个启发课程 那这次的启发课程呢 会在五级八度 在五级八度 但是也没关系 对吗 东林五级八度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启发课程 我们建立了很多的 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 也很多的人 在启发课程的里面信了主 所以如果你对信仰有兴趣 你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鼓励你报名参加这个启发课程 无论你信主还是还没信主 当然如果你刚信主 我们对这个信仰也还不是很认识 你上这个启发课程 相信帮助你很大 让你了解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那如果你还没信主 更加的欢迎你在我们当中 因为这个课程的里面 让你更加的了解基督教信仰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盼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启发课程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带你还没信主的朋友 家人来上这个课程 那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 你等下出去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的传单 你可以拿来看更多的详情在里面 还有另外就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报告了这个退休会 这退休会我们今年6月份我们有中文的这个退休会 所以鼓励大家也报名参加 那我们先看这个短片 诶 姐姐 我在这边见到你 半年后啊 要过年了 对对对 新年到了 你知道有一个节日比新年更重要 比新年更重要 终生大事来的 你生命啊 终生大事啊 猜一下 猜一下 该不会是情人节吧 新年过就是情人节了 最重要就是今年的退休会 退休会 不是说今年没退休会了吗 有 今天有退休会 今天有退休会 蛤 去年那个退休会了 我不知道我在清海沙车水 坐巴士坐了12个小时了 你不要啦 那个车站那个highway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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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去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恩典新闻 我是您的伯宝源何宝霞 今天我们要插播一则隆重的新闻 我们2024年的恩典中文退休会 即将在今年的6月隆重登场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其他恩友们 在2023年退休会的一些精彩回顾 图片 嗨 凯凯我可以访问你吗 好啊没问题 去年你有去退休会吗 有 哦,do you know God? 哦,對,那幾乎啊 我相信如果今年有辦的話 你一定要去,如果去的話 你會更加的認識神 而且能夠和弟兄姊妹一起團結 然後在裡面更加的成長 那我們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嗎? 去年我記得我們是在馬來西亞 所以我記得我們在到長途巴士的時候 剛好遇到他們的公共假期 所以我們當時是 塞到屁股都痛,肚子又餓 所以我今年我相信可以改善的 一定啦,我們一定會改善 那今年再去好嗎? 肯定的! 期待你報名 謝謝大家收看恩典新聞 我們下次見 OK! 啊! 去吃的是馬丹 坐船 那個包船票 包三餐,包高料 哇! 很好咧! 很好的事情 哦,要記得耶 這個退休會今年是 6月9號到12號 很容易記住的 6-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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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現在要馬上回去 檢查我的護照 也沒有延期 那我要去 提供我的禮物 不跟你多說咧! 拜拜! 這樣會跌! 拜拜! 拜拜! 哥哥哥已經 欸! 姐姐! 耶! 那個後面的部分就是講 我們有這個兒童事工 這是我們特別預備了 這個也特別有請這個特別的講言 在兒童事工的裡面 所以鼓勵您一家人 就是參加我們的這個退休會 其實呢 6-9-1-2 不是買多多 6-9-1-2 6月9號到12號 請記得這個日期 是我們的退休會的這個日期 所以我們 就是我們在2月17號還有 17、18還有24、25 兩個星期就會開放報名 所以記得我們2月份 2月份17、18號 第一個星期報名 然後2月份的24、25號 所以我們有兩個星期會開放報名 那這次我們可以透過兩個方式來報名 你可以上網去報名 或者呢 如果你不會 沒關係 不用擔心 你可以第一 找你的組長幫忙 第二 我們會有櫃台 我們會設櫃台 所以在這兩個星期 你可以來到櫃台去報名 那你要來櫃台 記得把你的護照 戴上 所以他們會 就是上網跟你們報名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 退休會 盼望 就是我們能夠看到 6月9號到12號 我們今年會在巴丹 所以我們盼望看到 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然後帶上你的孩子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主日學 給我們的孩子們 相信孩子們也能夠 就是用一段時間 在神面前 好好學習神的話語 Amen Amen 最後一個報告就是我們 接下來在3月14號 還有21號 我們有這個特別的課程 就是仿泛義端 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的義端 混水摸魚 就是用各種的手段 在接觸基督徒 然後就是傳別的福音 所以如果我們對神的真理 不是很了解 我們對義端不了解 我們很容易以為是基督教 然後就被他騙了 就會慢慢的就轉移了 所以我們鼓勵弟兄姐妹 你要上這個課程 幫助我們更了解這個義端 然後有幫助我們 要如何的來防範這樣的一個義端 就是傳不震盪的這個的真理 所以鼓勵弟兄姐妹報名 我們只有兩個星期而已 3月14號和21號 是在線上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掃描二維碼報名 或者你可以上恩典錄 去報名這些的課程 好 我們的報告就那麼多 這時候讓我們也預備我們的心 我們要聆聽神的話語 我們今天有榮浩然牧師 在我們當中分享神的話語 我們一起來 歡迎靚仔牧師 榮牧師 11時45分 很可憐 線上的弟兄姐妹 跟現場的 大家好 我怕我忘記 記得 我们如果假设三会之后 就直接这边出 不要转左去Gate C 因为有好多汽车出来 有考量大家的安全 我怕等一下要忘记 就先跟你们讲 不要去Gate C 不要转左就直接这样出去 好 来 我们快快 来来来 看看 看你周围没有 OK 来 那我想新加坡人 很喜欢吃这样的一个早餐 我本身刚刚就是 为了讲这篇道 我先去吃油条 新加坡人我相信 是Gobbio Gosong 蘸那个什么油条 对不对 有这样做的人 请你举手 不是今天 有这样多人 几乎新加坡人 都是喜欢这样做 但是你害惨 那个老板在那边洗杯 但是很好吃 如果是广东人 如果你吃广东粥的话 我们多说 Yamu Dizok 也是觉得很好吃 当然台湾就不一样了 台湾他们就基本上 那是豆酱油条 但新加坡也就有这样吃了 但是这个是台湾的文化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的 特别是巴生的 我们会怎么样 拿那个粘 那个牛条粘在哪里 巴生的肉骨茶 这个也是从他们开始的 所以每一个人 我相信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人 都喜欢吃油条 那特别喜欢什么 是刚刚炸出来的 因为什么 因为酥脆 一起来说 酥脆 吃的时候非常好吃 咔咔咔 咬渣拐 所以我们每一个新加坡人 都对这个都不陌生 但是如果咬渣拐 油条你放了太久 你早上炸了之后 你等到下午四五点 你才吃 你会吃吗 突然间好狠 你看看广东话 好狠 又硬 更惨的是什么 有那个油臭味 对不对 所以你吃得很辛苦 今天你就会了解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什么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 老油条 因为职场上 职场上 如果称为老油条 是带着不好的 不好的 因为我们觉得 我相信你们做过很久了 你就知道 职场上有很多老油条 公司很多老油条 他们很有经验 做了很久 但是就不求上镜了 因为反而都已经做了很久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已经失去 对工作的一些的热情了 那这样就问了 教会有没有老油条呢 我就是老油条了 请看 可以focus一下 我就是老油条 我先讲我自己 是一个老油条 因为我在Pogepato讲 看到我老油条 有的人很生气 你不要叫我老油条 你们是不是老油条 这样不是老油条 你们是不是小鲜肉 当然 没有人敢说你是老油条 就好像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 一起来说 老油条 小鲜肉 当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 他们就讲 一定是荣耀然不是的 这种pattern 那我当我讲老油条 跟小鲜肉的时候 请你不要误会 请你不要生气 跟你的年纪 没有关系 跟你信主多久 你信40年 30年 50年 没有关系 就好像我今天 我也是信主42年 我侍奉了全时间 也至少30多年 那老油条不是指年龄 也不是指你信主的年数 年轻的也可以有老油条的心态 因为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老油条的心态 是一种不愿意成长 那有些年轻人 或者刚刚信耶稣的 他也可以那种 那种老油条的心态 那特别我们这里 我们有好多的信耶稣 你信耶稣这么久的 以前你可能 以前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你是拜拜的 我们有时候 你很诚信 你拜到 那个东西都会忍 听得懂吗 我们是不是这样讲 我们拜那个东西 都拜到 都忍 都动来动去 会动 反而我们信了耶稣 信了这么久 是自己动也不动 你有没有发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的要求 我今天要讲的 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不成长的心态 一个老油条的心态 是一个不愿意成长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用广东话 你就会比较了解 什么叫做不成长的心态 因为华语很难 广东人就很喜欢 特别是香港 有时候我们信到一个地步 信到 听得懂吗 广东人 意思就是 贪在那一边 你看你的坐姿就知道了 你如果是 我要听上帝的道 坐在那边 你是坐在那种 越听越 现在全部人 做得比较正的 我不是讲你们 因为有一些人信仰的 他可能信很久 当然我在说 信耶稣很久的 或者你的年龄 确实比较容易 进入到 那个老油条的心态 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 对付老油条呢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一 二 对不起 以赛亚书四十章 三十一节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个经文 我们就从这段经文 来看我们怎么对付 我们的老油条的心态 来 你们准备 一 二 三 但那等候 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示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感谢主 那今天我的大方向呢 就讲到态度 你怎么样的一个信仰态度呢 就决定你 你飞的高度 Amen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讲展示上腾 就在于你的人生 你要不要有第二个人生 好 你可能信了耶稣之后呢 有一段时间了 是不是要进入到你第二个信主的人生 因为可以有不同的阶段 使到我们人生 你怎么样的态度 就会决定你飞的多高 飞的多远 这个就是一个形容 那所以呢 你就会了解这一段经文 我一定要从这个上下文 上下文来看 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 Bog of Isaiah 你至少这66章 它分成三个部分 那如果 如果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至少你就看了 至少你40章第一节 就是另外一个段 那因为之前呢 是讲到以色列人犯罪呢 他们就被掳到哪里 巴比伦 一起来说 巴比伦 一个外邦的一个国家 他们在那一边70年 那40章的第一节开始呢 就是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他们被拯救出来 被拯救 所以40章到55章呢 是讲到拯救的 那这个第40章的31节 你们刚才读了展示上的 一定跟那个被子有关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 这个被捕的巴比伦 已经70年了 那当这个巴比伦 一灭亡的时候 另外一个是 马代波斯 马代波斯对以色列人很好 你住在巴比伦的那个地方 It's okay 所以呢 老实讲 当上帝在那个时候呢 就说 以色列人啊 这个时候 我们回归到上帝 给你的应许之地 这个 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人很兴奋 不是所有的人 哇 我们可以回家啦 那上帝说 来我们一起回家 不一定所有的人 哎呀 哈利路亚 回家啦 更多的人呢 不愿意回家啦 为什么 我这里写什么 因为 一起来说 因为 习惯了 已经落地 生根了 你想想你也是啊 可能在我们当中 你是马来西亚人的 你从马来西亚 过来新加坡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 PR了 PR了之后呢 哇 现在拿到新加坡公民了 请你 请问你 你还会去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吗 你应该不会回去了 特别这个时候是3点5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根本都不想回去 回家 哎哟 管了 在新加坡我有朋友了 特别你是第二代的 你的孩子在这边受教育的 你哪里想回去 你的旧家 你没有这样想的 已经习惯了 对他们来讲 特别是第二代 第一代的至少还看到圣殿 还懂得怎么样敬拜上帝 第二代没有了 没有圣殿 我们也没有什么敬拜生活 上帝是谁啊 不知道 就算知道 对他们讲 无所谓咯 有没有上帝都无所谓咯 日子还是照过吗 我们信耶稣 我们也知道有耶稣 有上帝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但是呢 我们嗨太久了 听得懂吗 嗨太久了 有没有上帝 有没有来聚会 也无所谓 我没有来聚会 So what 圣上的弟兄姐妹 你们好 你没有回来聚会 有什么问题 上帝也没有 从天上打雷给你 回来吧 那个是鬼叫 明白吗 所以你就会了解 在当时也很多人不想回 所以他们已经 在那个马 那个巴比伦 这个外邦人的地方 所以你就会了解 要怎么对付 这个老油条的心态 就是什么 一起来说 一 二 三 这样的说法 应该上不了了 一 二 三 上一半了 好过没有了 好过某了 上帝说你要如鹰 展翅上腾 听清楚 圣经形容我们 是老鹰 不是老鸡 也不是小鸡 那我们本来是老鹰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记得 你是老鹰 一个一个 来 跟他说 跟他说 很奇怪 很奇怪 我叫你跟他讲 你是老鹰 有的人 以后你们很不喜欢 这个牧师 只能叫人 还讲你 所以我们信耶稣太久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 牧师叫你们 做一些东西 为什么我要叫你们 去跟旁边的人 除了记得 另外一个是跟他讲 谋分 不要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鹰 展翅 上腾 我们太习惯了 再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不是小鸡 我是老鹰 再多一句 最后来 再跟他讲 我是小鲜肉 我在说 小鲜肉跟年纪 没有关系 跟Jenny 或者Janice 这种年纪 轻轻的 没有关系 Janice 你是小缺肉 不够肉 太瘦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是老鹰 我们才可以暂时上腾 那问题来了 我们可能在世俗的影响之下 我们活在 我们信任耶稣 但是在世界这样活啊活 活太久了 我们也不觉得我们是老鹰 你知道你本来你的身份是老鹰 但是我们活在世俗的影响之下 我们活在那个小鸡的鸡群当中 有时候你忘记你自己的身份了 即使你知道你是老鹰 你有那个翅膀 是可以高飞的 你不愿意飞啊 因为跟小鸡在一起的 很好 有一个学间 有什么 车没鬼 很好啊 有的吃就好 管他什么异象使命啊 有时候我们到这样的地步 我们老油条的心态是习惯了 你能飞 却不要飞 不愿意再飞了 所以你就一天过一天 一个礼拜 就过一个礼拜 It's ok 习惯了 牧师请你不要挑战我们好吗 我们坐在这边 多么好吃 有很多鞋 很多鞋架 我乱乱讲的 所以你看 我自己觉得 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不是犯罪 我们信任耶稣都不敢犯罪 我们知道我们不犯罪 但是呢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一起来说 你睡了吗 如果到现在为止 哇给你们 你们还是睡 那没救了 当然这个沉睡 不是指你在 在听到的时候沉睡 而是你心灵怎么样 无动于衷 两个字 冷漠 心到一个地步 你冷漠了 你什么东西都ok 无所谓了 传福音 关我什么事 这个是牧师的事 跟我没关系 那问题就来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高飞 却不愿意高飞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 太过辛苦了 我们的人生 面对许多的困境 使到你 已经不想再飞了 那我问大家 你们参加恩典堂几年 因为这个是73年的教会 这一边至少 有没有信主 信主20年的 有没有 请你举一个手 20年的 20年 这么多 都不错了 你有没有算你参加了 几场的崇拜 没有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20年 你大概是1040 一千多场崇拜 你听了一千多堂的道 你吃了三四十年的圣餐 你可能也坐在同样一个座位 几十年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堂位只有七八年了 你知道吗 这个新的 你有没有发觉到 你跟上个礼拜坐的 那个位置 大概就是那个地方 有没有 小心我知道 你有没有来过都知道的 因为你大概就是坐那边 你听了这样多堂道 你觉得你有没有成长 问你自己 当然不一定要快 慢慢成长 那我就把它列出来 大概这个就是老油条的心态 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 你已经习惯 你什么都OK了 安与现状 什么都OK的 广东话很多 是什么 孙耶稣是什么 潮州话 第一 我感觉好 不用那么热情 信耶稣坐在那边 准时来这边 听听一场道 唱唱几首歌 不用那么认真 我感觉好 我的潮州话是烙烘的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得过且过 我们对人的灵魂已经失去热忱了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 一定要回到 上帝 所说的 我们要 如荫 展翅 上腾 如果你听了今天 你很不舒服 牧师讲我 OK 如果我讲你 你觉得我在讲你 你要感恩 这是圣灵的工作 你生气我 说what 给你生气咯 你生气我啦 但是我能讲中你的话 这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当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不是讲你 我先讲我自己 所以我穿这个老油条 这个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我的朋友 觉得我老油条了 所以他送给我 提醒我 别做老油条 我最主要是讲到心态 那 没有时间讲 那对付 这个老油条的心态 就是要如荫展翅上腾 阿们吗 讲没有用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你要做一个决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不要做一个决定 因为当你 继续老油条 老油条的心态 你继续可以 嘿嘿下去 你可以继续 瘫下去 只有一句话 我跟你讲 撒旦很喜欢看到你老油条的 所以今天这句话 叫做什么 够了 你是要像 像谁说 向撒旦 先向撒旦说 够了 先跟你自己说 够了 一二三 够了 这样哪里够 你真的是 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站起来 站起来 可能坐太久了 站起来 站起来 你看连站起来 你们都坐黑了 线上的 你有没有站起来 我看不到 有时候就这样 我们一起站起来 因为骨头 晃晒 我们要向撒旦魔鬼说什么 够了 再说 够了 再说 够了 不要 虽然我是喝果比我搞 够了 就是够了 不要再继续了 所以你够了 你心里有一个决心好不好 恩典堂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们信耶稣很久 但是你要想够了 当然我就再说 不是你信主久 不久的问题 久也很容易 落入一种老油条的心态 第二 我们一起来说 一 二 三 恢复起初的信旺爱 其中最大的是什么 爱 那这个是 启示录期间教会 我觉得以福所教会 本来什么都很好 信耶稣的教会也是很久了 但是慢慢慢慢 有钱了 慢慢慢慢 一切都很丰富了 就变成对我来讲 是一个老油条的教会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 要怎么样 你看那个经文 就是要把你起初的爱 他就说他要责备 就是这些人 起初的爱心 起初的信心 起初的盼望 起初你信耶稣的热情 起初你来到恩典堂 那种的信心 你不见了 很多原因可能不是不见的 所以耶稣说 应当回想 Remember 你是从哪里堕落 为什么会这样 病要怎么样 Repent 要悔改 重新 重启 Resume 起初所行的 所以今天 即使真的 你面对老油条的心态 It's okay It's okay 有恩典 只要你愿意 Say Enough Go了 那就重启 就不一样 所以对我来讲 只要我们重启 即使你好像累了 要死要活这样 你重启 回去你喜欢的 起初的爱心 起初的信心 这些都是很重要 最后的 至少我跟你做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 回归起初的牧养初心 很多人都会惊讶 或者说问我 为什么 你在更新基督教会30年 你在那边是做主任牧师 又曾经做过主任牧师 但是我觉得我做主任牧师不是我的恩赐 我就把这个主任牧师交给了现在的主任牧师 叫郑福财牧师 他已经做了20年主任牧师 我做他的assistant 父牧师 父牧师多么好 因为我执行 他讲什么我就执行什么 这个是我的恩赐 甚至他就叫我去做那个 St. George 有两间教堂 St. George跟Juron的主理牧师 到最后我选择了去St. George 我做主任牧师也不错 训练一群的传道人 所以对我来讲 我有十年没有做商礼了 因为全部那些传道人很厉害做商礼 比我还厉害 所以他就叫我不要做商礼 让他们做 他们是我的养子 他们到这个地步 所以对我来讲 在更新基督教会非常relax 从一个角度 相当算是什么 好像拿那些鸟笼 去咖啡店这样 就可以了 因为很auto了 而且我又太认识他们了 我知道他恩赐什么 我就叫他做什么 他恩赐什么我就叫 就可以了 拿鸟笼喝咖啡那种感觉 不可以 如果这样继续 真的是老油条下去 所以2022年的时候 突然间一月 我在祷告 在成运的时候 上帝都说 出来 出来什么 我在更新基督教会多么好 为什么还要出来 所以一直在跟上帝摔脚 摔脚摔脚 到最后我就决定 好 听上帝的话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叫我出来 出来去哪里 不懂 我本来是写4月1号 然后hand我的那个 resonation letter 就是那个辞职信 但是想不可以不可以 4月1号交给我的主的牧师 他以为我开玩笑 愚人节 你明白吗 愚人节 我就改为3月31号 我就交下去 当然 当我一交的时候 整个交牧团就 你有没有搞错 你这根信很好 什么都很好 我说上帝要我走 而且上帝要我回归牧养的初心 因为我在那边已经带领了太久了 做领袖太久 所以我要想回到最起初 1992年 当我全职的时候 突然间上帝在前面两个礼拜 给我处理两个老人的丧礼 我就发觉到上帝一直用我在老人的事工 所以当我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要回归起初的牧养初心 当然你说我还有动力吗 还是有 但是上帝要我回归 回归 所以我说神啊 到底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先拾职 等下就在那边飘啊 飘啊 我飘了两个月 不懂要去哪里 不一样 我不是跟我的主任牧师吵架 因为很多人以为我跟他吵架 我没有 主任牧师在这边讲道 我在那边 阿们 我是那种支持主任牧师的 主任牧师我知道你在在听 他们都知道 我就在家那个时候 突然间两个月飘啊飘啊 不懂要去哪里 因为你 如果你知道去哪里 那个没办法 我是不懂 等候神啊 带领带领 突然间张玉传牧师 突然间打电话给我 不是突然间打电话给我 我跟你讲 下个月你来我们恩典堂讲 那个宣教主任的主题是什么 就跟我讲要怎么讲怎么讲 我给我们谈谈谈谈 谈了之后因为我跟张牧师 十多年的交情 我们都是彼此分享 教会啊 什么苦啊 甜啊什么 他就跟我讲 哎呀真的很伤心 很伤心 哇你很伤心 等候我就跟他讲 你知道吗 我主任牧师也是很伤心 我就提出我的 我已经辞职 他讲 你辞职啊 更新对你这么好 你辞职啊 我就跟他说 我要回归起初的牧养初心 主要是我要回到老人家的服事 还有最好是讲广东话的 当我这样讲的话 张一专说恩典堂有很多老人家 恩典堂很多都在光光复华的 所以这样我就connect了 所以我就来到恩典堂 也真的来到恩典堂 突然间整个人 你看啊 历正牧师是看到小线肉 就会流口水 对不对 上个礼拜 哇全部小线肉 你们记得吗 全部小线肉 哇招待小线肉 只有我这个老油条做SL 但是我突然间跟他们一起 哇变成18岁了 你知道吗 上个礼拜你懂吗 他是看到小线肉 蒙福一带就流口水 我发觉到我是看到老人家 就会流眼泪的 因为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 喜干某多了 很悲是吗 不是 你如果老人家比较 比较快要上天堂 如果他没有天堂上 怎么办 所以我就趁我还没有退休之前 这段时间 我可不可以进入到老人家的群体当中 当然更新有没有老人家 很多 但是我发觉到你们比更新更多了 真的真的 我从名单 70岁以上的 哇 七八百个 你看这里一般都大过我的 所以回归起初 神呼召我的初心 就是回到人群中 我要活在人群中 我不要再带领教会了 所以我就跟文来讲 文来不要再叫我带领这个 带领那个 我只要好好 安安静静的 跟你们吃饭 打电话给你 嗨 生日快乐 祝福你 我觉得我很happy 就够了 但是我上帝没有这样的带领 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再讲这个了 无论如何 另外一个 如果假设你已经有点老油条的 你不觉得 你看见有一个老油条 或者老人家 一个老人 信耶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 你们知道吗 圣经有说的 一个人信耶稣 天使都会怎么样 天使都会什么 你看 我们都不会欢呼 反而是天使自己欢呼就好了 如果假设你的家人 你的妈妈 你的爸爸 信耶稣 你会不会欢呼 你一定会欢呼的 你一欢呼起来 你的这个本来老油条的心态 就会活起来了 你知道 你现在是做着神的心意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 如果假设我们继续传福音 继续做见证 一定是小鲜肉的 我们已经太久 在那边自己敬拜神就够了 所以我用这个power boy跟你讲 这个是神的心意 如果是神的心意 不用等的 the time is the time is now 你看到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就刻不容缓 特别老人家 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hawken的 卖土料 卖 小做话 卖土料 不要打 等不出 一种等 还洗好了 是时候了 所以你要飞 为耶稣来做见证 你知道圣灵的能力 就是要使得我们有能力 来做见证 圣灵的能力 不是单单只是让你 去感受而已 是 你会讲方言 感谢主 你会 stain by the spirit 感谢主 但是你 倒了之后 你起来 你还有飞吗 你要飞好不好 你要飞 特别是传福音 这件事情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得识 不得识 物要什么 传道 这是圣经讲的 我还加了一个广东话 无论得寒 我觉得不得寒 都有群福音 还没 因为 我们 我们 在那边太久 是因为 我们可能已经 没有传福音的热忱 我们已经不再觉得 信耶稣 你会得到什么 奖赏 或者 有什么欢呼 天使欢呼 就够你自己 无所谓 所以我们一定要 改变 就是带着使命感 活下去 最近我做了 我这四年 一直做这个圣经经句 神经 今天 今天 主一句 好开心 老友 早晨 我这样讲 我讲了四年 同样一句话 感谢主 因为这样的做 我坚持做 使得 我整个 我的心灵 继续的 小线漏下去 竟然这样做 我听到 真的很累 每一天这样做 很累的 要写那个稿 所以为什么 我在前面 拿那个电脑 这样打 会这样 经常看到我 用电脑这样打 是因为我听了 道之后 觉得好 赶快打打打打 就成为我的内容 反正没有 copyright的 结果 至少有四五十位 老人家信耶稣 这四年 刚刚两个礼拜 我要放弃 突然间 布基地妈的 新加坡教会 打电话给我 老人家 老人家 我跟你说 两者 牧师 有人 还没有信主之前 听我这个禁句 信了耶稣 而且前几个礼拜 在我教会洗礼 我听着 又该走 继续坐下去 很累 我跟你讲 不容易的 所以最后 时间的关系 快快了 来 第三 一起来说 展开属灵的翅膀 跟随圣灵的气流 今天你要成为老鹰 你不要成为老油条的心态 你要跟随圣灵的气流 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召会恩典堂 神召会的一个特色 就是圣灵 圣灵充满 所以这样的话 从一个角度 圣灵充满 是不会让我们 成为老油条的 因为老鹰是怎么飞的 圣经形容我们是老鹰 老鹰不是有一双 很强大的翅膀 对不对 它是比其他鸟 飞得更高 请问 他是 哎呀 我要飞了 他这样飞吗 请问老鹰是这样飞吗 一直在拍他的翅膀吗 有拍啦 但是你没有发觉到 老鹰在高空飞的时候 是这样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也没有讲错 你们看 还是你们从来没有看过老鹰 那意思是什么 老鹰是有一个强大的翅膀 但他不用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不是因为他健壮有力 是因为他懂得靠着气流 气流 明白吗 热气球 你明白吗 热气球不是因为它有engine 它是靠那个热气使到你上升 老鹰懂得顺着那个气流 特别是热气球 怎么样的去飞越飞越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意思是什么 我们是老鹰 我们不是老油条 只要你靠着圣灵的气流 所以不是你很厉害 不是你抢 是因为是圣灵 今天圣灵更新的意识 就是使得我们从老油条 变成老鹰 Amen 听得懂吗 因为这个不是我讲的 以赛亚书已经讲了 以赛亚有44章 这里讲什么 草壁枯干 花壁掉 现在就是老油条 我们老了 但是因为 一起来说 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 百姓承然是老油条 草壁枯干老油条 花老油条 唯有我们什么 神的话必永远 立定 所以两个 一个是神的灵 如果原文的就是 Ruat Adonai 一起来说 Ruat Adonai 再说 Ruat Adonai 至少你学到 Ruat 虽然不准 不用紧的 大概五月写了 Ruat Adonai 哈利路亚 我们是靠着 Ruat Adonai 飞啊飞啊飞啊 完全是靠上帝 完全是靠圣灵 但是呢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个好处 神招会的好处 我们很注重 神的灵 我们也很注重什么 神的话 不能只是神的话 很多福音派都说 神的话 注重神的话 但是圣灵的工作 不太敬意 但是你看 神招会 我们有神的灵 我们也很注重 神的话 就好像一对 翅膀 属灵的翅膀 飞啊 依靠圣灵 翱翔啊 我们就重取 我们的那种 生命的热情 阿们 所以神招会 恩典堂 我们都不是老油条 只要你靠圣灵 也要看神的话 你不能整天是圣灵 没有神的话 你也不能整天 神的话没有圣灵 你要相信 有圣灵的工作 恩典堂 我们可以经历神的 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 你整个老油条的心态 突然间变成小鲜肉的 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后 我很想 飞 好 上来上来 上来上来 你们想飞吗 真的吗 真的吗 OK 你们有感动 没有感动 你们决定 舞蹈员 看看你们有没有感动 我在想 就是用我们的恩膏布来飞 恩膏布扑上去 就好像很像那个 老鹰这样飞 看看有没有人有这个感动 敢不敢 敢的话我们站起来 我们要拒绝老油条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什么 一起来说 改变态度 飞向高度 再次再说 改变态度 飞向高度 我在等 你们要不要改变 要改变去哪 试试看 或者到前面来 你不要弄那个布 你到前面来 你就展开你那属灵的翅膀 飞啊 飞啊 老人也是可以飞的 心灵要飞 但是要有一个动作 表达你真的飞 你看我我在等 你看看 他说我说我说我说 他说我说我说 试试看 最重的 那个最重飞不了的 他先自己飞 阿婆 你看最重的 他愿意飞 拿去哪 去哪 试试看 时间不多了 快点快点 敢敢到前面来 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就飞吧 我看你要放下 你自己的自尊的 你要放下 你的面子 有不好意思的 今天你传福音 就是要放下你的面子的 放下你的那个面子 自尊就是敢敢去传福音 我新来的朋友啊 你也愿意飞啊 哈利路亚 所以同样的 你要拿也可以不拿也可以 舞蹈员你要用这个 阿嘎阿嘎也可以 但是不要一个一个赤宝自己飞 那个就变成是这样了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就到处飞 你们这些不出来的怎么办 可不可以 自己飞 感觉啦 感觉 让我们在 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坚固之下呢 让我们自由翱翔 Amen 我们唱这首诗歌来 老英文 是站在那边飞喔 你可以绕 绕一圈那边飞也可以 这边飞也可以 中间飞也可以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我爱心情敌 舞蹈员你看不是舞蹈员都飞了 来飞 飞 飞去后面也可以 阿里路亚 在这边飞也可以 你帮我看住它啊 你帮我看住它啊 听到这边飞也可以 我能遇你呈潅 我能让你来的场 在这边的石盘 祝你都要你天堂 带你抱着在天上 你是我啊 会传的 去后面去影响人 主 我要来请拜祢 在你带你抱着在天上 慢慢飞 慢慢飞 主啊 你看见了 圣灵啊 谢谢你 谢谢你 飞吧 让我们去影响人 到处飞吧 圣灵啊 祢来告诉我们 圣灵啊 祢帮助我们 你天堂 不要走在天上 你是我啊 展开 展开 你翅膀 飞吧 继续飞吧 老英文 带另外一个人一起跟你背 带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背 带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背 老英文 带另外一个人 陪他一起背 你带着我 在天上 你身上 唱唱一点 可以吗 伤开世界的翅膀 我要陪到你身旁 你带来的时候可能会 可以的 但是要坚持 让你来找你的老公 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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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 我 来来来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感动 这位是新来的朋友 瑞芳 瑞芬还是瑞芳 瑞珍 sorry 瑞珍 他第一次来 他听得到 回应 非 我不好意思 他还拉了另外一个张小心 巧心 巧啦 很巧 我知道 巧心是 脚受伤的 对不对 进了医院一段时间了 他愿意出来 这样的跳 当然我没有叫你乱乱跳 来 老英回家到前面来 老英来来来来 给他们看 看起来好像在搞笑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假设 我们每一个人 都像那个老英一样 展开我们属灵的翅膀 恩典堂 发了跟你讲 我们不要再 喊了好不好 现上的弟兄姐妹 不要再喊在家了 回家吧 回家吧 然后这个时候你张开你的翅膀 来像我这样 你看到他们 虽然你没有拿这个 不用紧 展开你的属灵的翅膀 我来祝福大家 主啊你看见了 你看见了 无论我们的年纪多大 无论我们这里的信主的年数多长 但是圣灵啊 这个时候来迟到我们高飞 圣灵啊你知道是因为你的气流 你的Ruach Adonai 使我们高飞起来 主啊让我们在灵里面 要被高飞起来 使用我们 祝福我们 即使我们九十岁了 即使我们一百岁了 我们的心灵还是可以高飞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 没有撒旦魔鬼 可以阻止我们高飞 因为我是靠圣灵 哈利路亚 谢谢主耶稣 谢谢你 来摊开你的双手 来领受上你的指 但愿主耶稣 尽多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就常常与我们众老鹰同在 直到耶稣你再来的日子 阿们